叶珍珍从未见纪无就如此,仿佛三魂七魄都挂在旗杆上,随风飘扬,她自己呆愣如一只傀儡,虽盯着眼前人,却又是双眼放空,也不知神智飘向何处。 太后拨转着手中佛珠开口道,香儒,哀家把你与了皇上,从今日起,你便是御前一等女官,你要好生地服侍皇上,知道了吗? 香儒跪地扶身磕了个头,是,奴婢一定尽心竭力,忠心不二。 叶珍珍用帕子擦了擦嘴角说道,母后,我看这个奴才干净又乖顺,不知是谁家的女孩。 太后笑答道,她是吏部侍郎百建成侄女,也是正经的大家闺秀,如今在宫中只做个奴才,也真是委屈了她。 看这意思,是为她鸣不平,真巴不得她第二天就当了主子。 叶珍珍听到百建成三姿时,眉毛一条,若她没记错,这个人最近可是惹上大官司了,也不知她犯的事情是真是假,倘若是真,这百香儒也讨不到好。 不过话说回来,万事没绝对,看姬吴旧的意思,很明显对百香儒私之甚深。 叶珍珍想起姬吴旧曾对她讲过的往事,这个香儒想必就是她口中那位故人了。 看来当年太后没有刺死她,不但没有刺死,还把她拉入自己羽下,现在正好拿出来各应皇后。 只不过这个百香儒早不来晚不来,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? 太后也倒是过了,但就不怕惹祸上身。 还有,这百香儒一直待在宫中吗? 姬吴旧的眼睛遍布皇宫各处,她难道一直不能察觉? 对了,百建成可是被曾经流放辽东的呀。 叶珍珍突然想起香儒顾那个牌匾,便笑盈盈地说。 本宫听说你调得一手好香。 百香儒答道。 回皇后娘娘,奴婢确实会一点,娘娘若不嫌弃,想要什么香,请吩咐。 这样一来,一切都明了了。 辽东那间香儒固弄不好,这就是百香儒当初开的。 就算不是她开的,也必和她有关联。 她当初是随着父亲流放辽东,后来大赦天下才跟着回了京城。 太后接她进宫的时日,应该也不多。 叶珍珍答道。 这样也好,什么时候本宫想用人了,自会和皇上戒,就是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舍不得。 她看着纪无咎,皇上,您说呢? 纪无咎被她一叫回过神来。 嗯? 叶珍珍便不理她,她虽心中不高兴,表面上却不愿表露,怕太后得意。 二人从慈宁宫回来,心怀各事,匆匆告别。 当夜,纪无咎睡在了前清宫,网友才悄悄来报,说冯友德趴在墙角听了大半宿,皇上并未招兴摆香儒。 庄妃跟了纪无咎好些年,叶珍珍算了一下,香儒离去时,庄妃应当已经在纪无咎身边了。 因此,叶珍珍去了庄妃的韩光殿,想要听她亲口说一说当年的事情。 庄妃一听到香儒的名字便愣了。 她死了呀? 没死,叶珍珍摇头,你与我说一说当年的情形。 庄妃知道叶珍珍的脾气,便也不和她兜圈子,一股劲儿全倒出来。 她是当年太子贴身伺候的人,与当初冯大总管是平起平坐的,不过皇上似乎更倚重她一些,而且她姿色不俗,不止白天伺候,晚上也伺候。 叶珍珍打断她问道,她是寝了? 庄妃点头,是啊,当年皇上每月总有两三次是由她扮眠的。 是寝了,怎么还是个宫女,这是什么规矩? 皇后娘娘有所不知,当年执掌六宫的是如今的太后,她素来不喜欢香儒,因此便…… 叶珍珍听到这里,不觉好笑,原来太后的糊涂不是因为年老,当年就如此。 一个宫女伺候了主子,摁着不给人家名分,也太小肚鸡肠了些。 东宫的妃嫔位分又高不到哪里去,不过是选世才人之流,给她浸一浸,大家脸上都好看不是? 不过话说回来,宫女自然要比宫妃更好打发一些。 叶珍珍又问道,皇上当时就没有给她争一个名分? 这不太像是寄无旧的性子。 庄妃答道,何曾没有? 皇上知道自己母亲的脾气,因此打算请先帝爷出面封赐香儒,但是摆香儒死活不肯,说一旦封了才人,便不能日日地伺候主子了,情愿做个普通的宫女,只徒留在主子身边,到最后说动了皇上,就一直没有进位。 好个忠心又痴心的奴才。 叶珍珍冷笑又问道,这些事不足为外人道,你是如何得知? 是那死去的苏杰瑜告诉臣妾的,苏杰瑜那时与摆香儒十分要好。 你可别告诉我,苏杰瑜受宠,因是这摆香儒的缘故。 这个,臣妾也说不好,但是皇上戴摆香儒的情分,确实与旁人不同,协方殿里到现在还挂着她的画像。 叶珍珍眯起眼,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白雪红眉美人图,画中美人捧着红眉,笑意盈盈地望着她。 一转眼,那美人竟然活了过来,从画中走下来,盈盈走近,再一抬头,已变成苏杰瑜的脸。 叶珍珍冷冷一笑,果然那个什么有所思,是大有来历的。 摆香儒这是骂纪无旧负心狼呢?既然她负心,你何不收了心思一刀两断,像诗里说的一样,从此以往,雾负相思,也显得有些骨气不适。 强扭得瓜不甜,我就不信,你若是不愿意,太后能够强逼到你哪里去? 越想越气,想到纪无旧更来气,这混蛋哪里好,风流账一笔又一笔,算都算不过来。 放着宫里头那些叉子烟红就算了,好几年的老情人竟也找上门来,这种人,就应该在雪地里被扒掉裤子冻鸡鸡。 纪无旧连着两夜睡在自己的前清宫,叶珍珍于是有那么点危机感。 她总觉得这次这个相濡不一般,纪无旧待她更加不一般。 两人以前就有些情义,隔了这么多年再遇上奶奶的,她又不像纪无旧似的,满皇宫都是眼睛,万一他们两个,嗯? 偏偏这宫女又是太后赐给她儿子的,做皇后的即便想为难,也无从下手。 叶珍珍只好先去探一探虚实,她可不是软柿子,这两个人若真有个什么,她自然有万般的方法对付。 作为一个模范皇帝,纪无旧照例在养心殿披折子,她见叶珍珍来了,手中的鼻叶未停下,只抬头说了一句。 皇后来了,快请坐吧,香儒,看茶。 百香儒便恭敬地放上茶来,叶珍珍接过茶,却叫住了她。 你不是在前卿宫上指吗?怎么跑到养心殿来了? 百香儒知道皇后这是要找茶,低下头稳稳当当地答道。 奴婢贸贸然离手,请娘娘降醉。 姬无旧放下笔,替她打道,是朕让她来的。 难怪如此有恃无恐,原来是有人替她出头呢。 叶珍珍放下茶碗,不嫌不淡地说道。 既然主子离不开你,你何不明说? 反要主子帮着辩解,你受得起吗? 虎脚蛮缠一通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 百香儒连忙跪下,奴婢知错。 叶珍珍道,既然错了,自然是要罚的。 你是皇上身边的人,本宫该体恤这些,就去宫门外跪两个时辰吧。 这样说,也不过是想试一试。 太后送的宫女,皇上的贴身奴婢,轮不到她皇后来罚。 果然既无旧拦着道。 她不过是依令行事,你又何必如此? 叶珍珍挑眉看她,似笑非笑。 心疼了? 既无旧也笑。 你今日怎的如此大的火气? 叶珍珍冷哼,起身告辞。 既无旧眯眼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,低头玩耳。 既无旧再次的忙到深夜,方秀卿把心正按照既无旧的意思又改几遍,重新写了个折子上来。 厚厚的一本足有万言,书面语不同口头语,往往一个字就能传达许多意思。 这会儿写一万字,够既无旧看一会儿的了。 既然立志要做明君,就要下一番苦功夫,她虽累,也无怨言。 晚上就寝时,香儒领着三个宫女在笼床前忙活。 当把床泼好,其他人都退下了,只与百香儒一人站在姬无旧眼前,为她宽衣解带。 因晚上沐浴过一次,姬无旧只穿着便衣,衣服很好脱。 百香儒给她脱去外衣,又脱去礼衣,也不知有心还是无意,她的手指附在她腰上,轻轻地刮了一下。 夏天衣衫单薄,纸肚上的温热似乎能隔着衣服传到她皮肤上。 既无旧也不知怎么回事,被她这样一碰,心中就像长了毛一样难受,她推开她。 朕自己来吧。 百香儒手中还拿着她的衣袋,垂头丧气道,是奴婢伺候的不好,好些年未见陛下,如今手伸了,奴婢该打。 纪无旧叹气道,你何必说这样的话? 她把衣袋拉回来,见她不动,便道,算了,再穿上吧。 百香儒很意外,陛下…… 去昆宁宫,两日未见,已经想她了。 百香儒反应过来劝道,夜已深,陛下不如早些安些,皇后娘娘想必已经睡下了,如果现在去昆宁宫…… 纪无旧指道,没关系。 很快,百香儒就明白所谓的没关系是什么意思了,皇后娘娘根本就不用出来接驾。 皇上不让人声张,她在里头闷头睡得自在。 百香儒便有些不愤,这是什么样的大家闺秀,竟然如此怠慢皇上。 她随着纪无旧进了昆宁宫,想要在凤榻前伺候,奈何肃风一横胳膊把她挡了出去。 皇上既然来了昆宁宫,自敢由我们伺候。 姑姑好生歇会儿吧,倘若到了这里还要您动手,我们可没脸见人了。 香儒的级别与肃风高,焉死肃风叫她姑姑。 肃月的级别也比肃风高,然而两人情分不同,私底下姐姐妹妹的乱叫。 百香儒也就不好进去了,她隔着水晶帘看着里头的情形。 皇上因怕吵醒皇后,放轻手脚上了床。 性黄色的沙障被宫女垂下,挡住了沙障内睡得一脸憨甜的女子。 百香儒有些惆怅。 惆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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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